好 国际焦点我们来关心的是 面临乌克兰在南部的强力反攻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已经命令 俄军要撤离地涅伯河西岸的赫尔松市了 俄军的前线指挥官在电视谈话当中表示 目前已经不能提供给赫尔松市补给 因此建议呢 在地涅伯河的东岸建立防线 这样可以保住士兵的性命 并且对人员能够做更有效的配置 赫尔松是南部重要的战略城市 如果俄罗斯真的决定放弃 这是俄乌战争即将满9个月之际 俄军最重大的挫败之一 也很有可能是这场战争的转捩点 北韩在成绩4天之后呢 在11月9号再度向东海发射了短程的弹道飞弹 而且时间刚好还选在美国大选的开票期间 对此南韩学者指出 今年4月份北韩就已经做好核试验的准备 目前很有可能是在等待美国的选举结果 再来决定第七次核试验的时机点 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中选举之后 首度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当下有媒体记者问到他 会不会在拜习会的时候 当着习近平的面告诉他 美国会以军事捍卫台湾呢 对于这个部分 拜登没有正面回应 甚至简短表示会跟他谈 让我们聊一下 跟我们谈一天 教育之后 解决的 知道他说 他说是 当中选举意中美国的一切 主持人 中国我认为 主持人的声明 判达到把美国人 conflict 或者只能够封堂 除了意中 解决于 操作 然后 好 聊天室里头我有看到黄泉民说 真的太恶劣了 另外纪无双帮我提醒大家 子萍进来请按赞 好 大家你按赞了吗 帮我检查一下好吗 现在还有看到杨月娇跟王宣敏的报道 同时还有看到蔡学士也加入我们这一节的新闻行列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是我们中天新闻网的报道 来讨论的是时空旅人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在美国最近有一段老旧的影片突然爆红了 这个画面是1977年摇滚巨星猫王最后登台演出 结果您可以看到在台下有一名女粉丝 她的手上竟然拿着疑似智慧型手机的物品 因此引发很多网友揣测说 这个女粉丝是不是穿越到过去的时空旅人呢 好 但是也有一些网友猜测 这个黑色的物品可能只是烟盒 或是老旧的柯达相机而已 还要来关心的是 脸书的母公司Meta已经启动了裁员 根据报道指出执行长祖克伯已经向这个公司的主管坦诚 他对于公司的扩展过度的乐观 根据了报道指出裁员的幅度来到了13% 相当于有超过11000人将会被裁员 这不仅是Meta成立18年来首度大规模的裁员 也是近期科技业裁员潮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好 Meta在上个月预测第四季的营收持续的衰退 明年成本会大幅的增加 因此公司的市值蒸发三分之二 今年以来市值已经蒸发了超过5000亿美元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手掌大小的铁罐当中 装满各式各样的水果糖 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佐久坚糖 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在这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萤火虫之木》当中也出现过 好 但是要告诉过您的是 现在已经传出了这公司在今年7月份将会停止制造 并且在明年的1月份要结束长达115年的企业历史 主要是因为亏损太多了 同时不敌糖果市场的竞争激烈 尤其在疫情爆发之后 市场的需求减少 原物料还有能源价格不断的飙涨 因此才决定要歇业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